词曲 李宗盛 所以这些钱花了很多的人 进了花以后 就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假的话就完了 所以宁愿不说假 就是他收到假但他不敢说是假的 因为说假的那就一切完了 不说假的那就继续下去 但辨别真伪是艺术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看过很多 但我不是鉴定家的 我说是真的他是假的 怎么办 对 何况中国传统的绘画 这个都是很容易看走眼的 比如说著名的美术史家徐晓虎 是吧 方文就把他赶出他的肥武了 因为当天他读方文的博士的时候 就提出了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很多假话 我听过他讲座跟他聊过天 比如说 这个赵勿斐最著名那张画 《雀花秋色图》 我说假的 我认识的老人家 李祝靖先生是研究赵勿斐的专家 這張畫現在在哪裡 這張畫在秋花秋色圖在 秋花秋色圖在故宮 在北京故宮 還是在台北故宮 要不要擦擦 那麼這個 有一次我參加了 廣東的南方藝術市場高峰論壇 都是請的一些行家 其實我也不是藝術市場的專家 我也被請去做點發言 那我就在會上講了三點 好像講完之後 有一個海外來的朋友馬上握手說 楊老師你說的好 我說我說的好 是因為我不是鬧這一塊的 我沒有利益這裡面 當時我就說 中國藝術市場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叫做沒有真假 沒有真假 沒有真假 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假的 沒有真假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說 你一旦說假的 那就 竟然打出一場 假我不說假 那就互相吵了 你說真的我說假的 我說假的 你說真的 就有爭論可以 有爭論 但你不能夠鑑定它說是假的 比如說這個 著名的國務院 這個書畫鑑定小組 八千代開始全國鑑定 廣州博物館最著名的一個館長作品 就是文童的竹子 其中一張被認為是真品是在台北 是在台北 那是廣州博物館的人說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這不是假的是真的 就是說這個中國這個 本來這個中國這個古代的書畫 真假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何況現在 是吧 齊白癡在世界市面上流通的話 比他自己畫的還多 那時候真的還是假的 所有有名的人的話 就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反正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事實上跟我說一個研究 一個研究的專家 事實上跟我說 市面上的林鋒棉的話 基本上是東西假的 所以現在無法做林鋒棉建立 和林鋒棉研究 所以我說第一個畫的就是沒有真假 沒有真假 還帶來一個什麼嚴重問題呢 有一個老人家講過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深 他叫做 假的 破財 真的要命 哇 這麼嚴重 真的還要命 如果你是個真品的話 那你就很可能要命 真的 很可能會有血光之災 假的嘛 不就最大破過財咯 財意破了 反正你只要不堅持是真的 那怎麼都有機會 很難說 為什麼呢 是因為第二個特點來的 中國藝術市場 就像一場很奇怪的 激鼓傳話的遊戲 所有人都知道 那個鼓聲一定會停下來 但是所有人都很幸運的在想 反正不要在我手上停下來 對我來講 我最重要的是把那個球拋出去 我一拋 對方一接 我解放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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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拋 動動動動動 動 就是了 這個激鼓傳話的遊戲 這個花落水手 再砍 所以呢 只要你堅持說是真的 那麼這個花 管它真假 反正還可以往下傳 你說是假的 它就不是個花了 就不能傳了 所以第二個 第二個是中國藝術市場 是一個激鼓傳華的遊樂器 第三呢 是中國藝術市場拍賣行 尤其拍賣行 這是一個賊喊抓賊的地方 賊喊抓賊 賊喊抓賊的地方 為什麼呢 賊喊抓賊是因為他們叫得最高 要保證 拍賣的是真品要取出驗品 那實際上 他們自己最知道什麼叫驗品 哦 是嗎 所以說這是一個窄喊抓賊的地方 廣州美院 出過一個大難 就是 原來的圖書館館長 廣銷員不是偷了149號號 嗯對 然後拿出去拍賣 大部分都拍賣出去 我記得廣州 中級法院 庭審他那一天的晚上 那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 訪問著名的長家馬衛東 嗯 做個新聞一一加一 利用這個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 簽館長偷盜 這個事情 來談那個 藝術市場規範的問題 嗯 我呢 因為 來自廣州美院 所以我就很認真看那個 庭審的過程 很少有了 嗯 三四個小時 因為我很認真看那個節目 看完節目以後呢 我就問過很多我的朋友 包括廣州美院的這些領導 我說你知道這個 新聞一加一這個節目談的是什麼嗎 沒有就談 就談 要保護藝術市場啊 我說你看不出來 我說你們完全不懂的 什麼叫危機公關 我說那個 一加一 談廣州美院這個 錢館島偷盜話的這個 新聞一加一 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危機公關 嗯 結果他們說你為什麼這樣看 他說很簡單的這個 他們跟馬尼多對話 馬尼多講來講去講三個意思 這三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 拍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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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權 無責 無能力 間別真的 只要委託者說是真的 他們都認為是真的 因為 沒權力 沒責任 也沒能力 間別真的 當然一些太過分 他們也許是太過分的 太假的 拿不到台片上的 他們也許可以拒絕啊 但是 實際上馬尼多的這個意思很清楚 就是拍賣行 沒權 沒責 沒能力 間別真的 嗯 第一個問題 所以只要說過來了 只要他說是真的 只要我們認為大致上是真的 你們就拍賣 但千萬不要以為我們這個認為是真的 那就絕對是真的 可是你自己看得到 第一個意思 很明白的 第二個意思呢 所有的 剛剛他指的廣州美院這一批藏品 偷銷的這批藏品 可能都蓋上了廣州美院的圖書館的章子 對 或者廣州美院的章子 嗯 於是問的第二個問題來了 這個蓋了章子的都不就是明確的就是單位作品嗎 結果那個回答說不是的啊 很多是文革給抄走的啊 文革會還回來的啊 根本也有單位的章子啊 所以一張畫上面如果蓋上了單位的章子的話 不等於就一定是這個單位 第三個問題 我們的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公開的場合 按照既定的法律和程序進行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沒得索陪 因為那個館長 前館長偷的這筆畫 很多是從北京這樣的拍下去 嗯 沒得索陪 我這個意思很明白講的很重要 三個意思你們看不出來嗎 第一個 拍賣行無權無責無能力 鑑定真偉 第二個 畫上面蓋上單位的章子 不等於這個畫就一定是單位 因為文革給抄走了 有些畫就給蓋上章子 嗯 而第三個 我們的拍賣是正常進行 公開進行符合法律 你就不能夠索陪 是吧 這個畫怎麼來的我不知道 我當時就跟 這就是什麼 賊喊抓賊的地方 喊的最高聲的那個地方 他們最清楚 你跟所有吵架去談真假 他們非常清楚 嗯 他們非常清楚正常 所以這一個行業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行業 然後我一講完下面就跟我說 楊老師你真的敢講 我說是啊 因為我不在這裡 撈這一塊我沒有利益在裡面 的確 所以我就講了 這三個特點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 你要進入中國的藝術市場 你明白這三點就明白了 在中國就吵架了 嗯 沒有唱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趕快吵回去 就是說什麼樣的作品能夠被炒呢 很多人做過很多重點 很多人做過很多重點 對啊 可能很多藝術家最關心的 第一要有知名度 怎麼樣拿到知名度呢 再說反正要有知名度 這個知名度最好就是被寫進沒錯死 嗯 第二個 要有足夠數量的作品 嗯 如果你的數量作品不夠 炒一兩張就沒得炒了 對 第三個 這個足夠多的作品 最好已經在藏家手上 嗯 大家比你還著急它的升值 如果一旦你把這個畫 升值了大家的獲利 那麼有的畫家 他們就沒辦法了 比如說我的老師 徐建白老師的優化 被人在已經開始的時候 莫名其妙的 這個 在市場上流通的時候 就已經 80年代就已經很便宜出手 嗯 藏不起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 我這個我這個我參與過這個時候 因為我被曲老師做過個展的 在中國美術館 嗯嗯 跟廣東加德合作 廣東加德是 是 而且跟他商量要尊重藝術家 所以這個畫家也 也不能夠太便宜 但是 這個展覽一做完了 最高興的就是 原來有他 徐老師畫的那些長家 他馬上拿出來 他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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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賣 都 都不能想像原來的家 結果 廣東加德 就炒不上去 拍不出去 對 市場已經給 給已經堵住了 哦 你的畫已經出去以後 有一批畫是便宜的 嗯 所以你的畫 如果過早的 過於便宜的 流落在 社會上 你在場就很難了 哦 你沒有數量 沒有人關心 嗯 你的畫在別人手上太少的時候 關心你的畫家的人就少了 當然還要出名 還在藝術史出名 但是藝術史出名呢 又有個問題 嗯 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 就是藝術史的商業 藝術史寫作的商業邏輯 什麼邏輯 就是我寫藝術史 我寫誰 我寫誰 有三個潛在的 潛在規則的標準 第一個 有還是沒有 特別是當代 有還是沒有 有理還是沒有理 靠我寫 第二個寫理是多還是少啊 一行字還是一段還是一張 呵呵 第三個 在裡面登你的畫 登的是一小塊的還是一大塊的 是初學的 還是登兩張的 嗯 這都有交易的 哇 都有交易的 至於具體的時間我就不說 哇這個刷 刷新了我的這個 是啊 藝術史寫作也有交易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 那些最流行的藝術史的封面的畫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那個封面那個畫的 那些畫就真的最值錢 那是 大家都不明白 嗯 那是行外的 或者收藏家 他的確就是追著那個封面走啊 有很多藏家就是說 我買的就是買封面 他買個那個知名度嗎 等於說 是這樣的 比如說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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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做過一次 不是我們啊 這個國內曾經 南京一個一個民進 民意美術廣 作為一個民國有法展 嗯 嗯 除了畫冊啊 還有研討啊 嗯 但是 有一次 上海的一個美術館的一個典堂部主任 實際上跟我說 那兩個都是假的 哇 然後為了這個原因 上海這個劉海樹美術館 聯合幾家美術館 做過一個 叫做民國的洋畫運動 這樣 那些畫全部 產品全部來自各大美術館 嗯 私底下我就問他 我說那民國油畫究竟有多少呢 大概一千多千 現在市面上很多流通的人 不知道真假 那麼你 那你前面那個展覽 問題是你做了展覽呢 印刷畫冊了 對一般人來講都認為就是真的喔 嗯 所以印刷品的真假也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作為普通人怎麼去篩選這些信息呢 那首先你是不是長家 嗯 如果你不是長家你是草家 你關心的就是草 嗯 那你就關心最熱門了 嗯 因為長家有水平的 嗯 長家 真正的長家是玩出來的 所有 只要你是收藏的人 你是一定會自己去看這個 這個作品背後的故事 你一定會了解 嗯 對的 對的 吵架不關心這個 何況中國 傳統 書畫這個行大 本來就是一個 真假不分的行大 所以這個 中央美院著名的美術史家 尹吉蘭先生也發表過一些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他現在一直在做一個什麼 他把他的研究歸納成什麼的 叫美術史知識的生成 嗯 但是他提醒我們 今天我們所說的 原世家 民世家 是 明清的長家做出來的 就是在當時已經被炒得 對 長家在炒 一定要炒成這樣的一個 原世家 民世家 他才在世界上留得上那個 這個意思就是說 至少我們 從 畫作的 就不夠往前追 我們現在 今天就追到明代 嗯 而且 的確是一個大長家手上 過手 所以徐小虎才說 很多是假的